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诚 昨天年初五从家乡合园 驾车700多公里来到桂林山水 都说桂林山水啊假天下 今天呢我就来到桂林标记性的景点 桂林山大开 这边长来那边黄 上个好比春江水来 我万千万万要多了 万有多了 万有多了 现在票买到了哦 就看一座骑山五四虎 排队里面还是很多的哦 现在我就从背后 从这个景区门口进去了 我们都知道桂林山水嘎天下 是格加5A景区 很多游客千里遭遭来到桂林 绝望了一个标记性的景点 除了去梨岗杨树做竹花游玩 晚上观看刘三姐的大型演出 或者去易龙河碰碰桃花用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更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不但门票最划算 而且爬上这座其他的橡皮山 可以服侍整个桂林西区的风光 今天呢我就拍给大家看看 看看这55块钱的门票到底值不值呢 桂林山水它与其受伤 使梨江水与桂林山融合一起 于众不同 橡皮山更加鲜明 处入市中心的梨江有桃花江 两条河流交费集中 突出了山油水互相成印 形成连绵发酱的美景 整个山体酷像一只大象在梨江边上饮水 固称橡皮山 山体海拔200米 高处将面55米 长108米 宽100米 无缘机从高空中不细 左看右看 从不同的角度看出不一样的形状 顺着游船从梨江看 山体形状又像一只大老鼠 来到关顶海镜面观赏 就像一只大象在河边喝水 大家看到前方那个洞没有 它趁水又洞 由橡皮岸 橡眼岸 三部分组成 形成一个最适合拍照的地方 这里的室友大师都是拿着长枪短炮 不知道拍出来的相片如何呢 大家经济于此的话 可以来一张艺术照 浩游说2000年前由梨江的河水冲沙2000岩形成 也有网友反驳说 不就是哪位艺术大师几点员工做出来的吗 管他是巧作行丢 还是大助言鬼果行工 今天我打他先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 管他是白猫还是黑猫 能够扎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大家说对不对呢 这座奇特的橡皮山 结合公园内的严文景观 以独特的山水玩报得天独厚 博得很多游客来这拍照留恋 一睹他的风采 好了 本节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是住驾游的阿诚 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